七到八次都大風 日本防衛廳官員說 其中四架戰機在當地時間昨天中午左右 在禮民島上空飛人了三分鐘 跟著下午又在同一路線侵犯日本領空兩分半鐘 日本戰鬥機一度緊急起飛以示警告 這次是六年來第一次有俄羅斯戰機侵犯日本領空 外務省官員傳召俄羅斯大使提出強烈抗議 並要求徹查事件 不過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 就否認有俄羅斯戰機侵犯日本領空 另外兩架俄羅斯轟炸機 也在挪威附近一個島嶼進行軍事演習 當時戰機是在國際領空飛行 軍事分析員認為俄羅斯這次軍事演習的目的 是要展示他們的軍事力量 無線電視記者金爾文報導